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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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 圣经记载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成为世人的待罪羔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所以每年的复活节 很多世界各地的信徒 为了要纪念它 会特意来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名称 是有和平之城的意思 但是这座举世文明的古城 三千多年来 一直在战火动乱之中 不断被破坏 又不断地被收复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 好像耶路撒冷那样 同时被犹太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 视为圣地 根据圣经的记载 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星期 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 纪念耶稣的复活 耶路撒冷救成的圣慕堂 是必导之处 据说这个地方 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埋葬和复活的地方 圣慕堂是这个地方 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它不仅指历史悠久 也都是最引人入圣的古迹 有人说圣慕堂 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建筑物之一 今天我们看到教堂的外形结构 都是属于十字军的时期 这个教堂的入口 是十字军时期再改建的一个入口 枕头式的建筑 是十字军一个很独特的建筑 我们也看到上高有一条楼梯 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是关了门让游客进去的 其实里面有很多修道院 那些修士 他们要吃东西 要他们生活 就托外面的街人 帮他们买了食物 就用那些男子钓上去上高 他们就用这堂梯爬出来 就拿去那些吃东西 堂梯现在是不能搬走 因为是一个遗迹的证明 所以就保留到今时今日 公元一百三十五年 把耶路撒冷和犹太一带摧毁 当时将耶稣基督这个钛十字架和复活的位置 就建了罗马拜的神 那些像 而且还建了一个庙子 直至君士坦丁大帝 他当时开始宽容基督教 他的妈妈 Helena 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当时知道耶稣基督的 那个钛十字架和四部位置 是非常重要 非常神圣 所以他特别去耶路撒冷找寻这个地方 公元三百二十六年 凯伦拿皇后拆毁了庙宇 兴建了这座圣慕堂 今日所看到的圣慕堂 已经将原有的耶稣基督 被钛和埋葬的地方覆盖住了 在圣慕堂的中央 有一间只能够容纳五六个人的房间 这个就是埋葬过耶稣基督的坟墓 房间里面有一张空的石床 表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教教的开始的核心 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 当年无数人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他是有大能 他是有神迹 他能够用五饼而为饱五千人 他能够叫死人復活 他能够平静风浪 当时目击之人叫这些的事迹 知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或者哲人 或者圣人 或者觉悟的人 他是上帝自己 来到人间 所以叫道成为肉身 就是最后的真理 成为一个具体的人 在历史上出现 去分担人类的痛苦和罪恶 以至于去解除人类的痛苦和罪恶 带给人一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永生盼望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又因为他的死而复活 叫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已经胜过死亡 今天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面 是死亡 胜过了生命 从宵夜的角度来看 人出世 就是迈向死亡 但是圣经给我们 有一条的出路 他说一个人死后 是会有另一个境界 而且耶稣基督 会带我们去到 这个新的境界 于是他在十字架上 死亡之后 被埋葬在一个坟墓 经过了三日 再一次地来复生 这个复活就表明 耶稣基督是 胜过了这个阴间 胜过了死亡 这位主 既然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对我们如此重要 就等我们在他上十字架前 那个晚上开始回顾 究竟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这个地方是马可楼 亦都叫做主餐楼房 就是最后晚餐的地方 早期教会找到这个地方 圣经里绑道是一个上房 亦都是马可妈妈的家 所以亦都叫做马可楼 后期因为会教徒时期 毁了这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清真字 不让犹太人和基督徒 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清真字 他们那些祈祷文 道尔斯拿回这个地方 开放给游客 来这里参观 新旧约圣经是一体的 旧约是预备新约 新约是应验旧约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 很多的时跡 都有旧约的那个历史的背景 当耶稣基督带着门徒 去到这个 一般称为马可的楼上 来守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这个最后的晚餐 就是当时 犹太人 他们要守一个御御节 什么叫御御节 就是他们在埃及有430年的时间 被压迫 成为奴隶 一个围奴之家 而神兴起了一个摩西 用很多的神迹歧 带领他们 脱离这个压迫者 法老的手 来到是出埃及 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 神就叫他们 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 就叫他们杀了一只 我们后来叫做御御节的羊羔 用他的血涂在门框上 天使经过 要杀长子的时候 或者要杀头生的时候 就会过门而不入 所以叫做愚悦 就是经过 pass over 透过这样 以色列人就经历了一次的拯救 而这个愚悦节也都成为了后来 千多年之后 耶稣基督 要在这个愚悦节里面留这个圣餐 圣经里面称耶稣基督 做愚悦节的羊羔 因为透过这个羊羔的血 神就pass over 我们 不追究我们所犯的罪 因为有 耶稣基督的牺牲 所以整个故事 耶稣基督在愚遇节 来到立圣餐 耶稣在这个愚遇节的期间 来到牺牲上十字架 完全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的 一个铺牌 他们最后的晚餐就用这个背景 来提示出来 提示出神现在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会做一件 好像以前摩西的时代 所做的 这样的事迹 而且不单止是对这个希伯来的民族 是对全人类 来到是 从罪的奴隶的 那个环境里面 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是将这个 愚遇节的层次 从一个肉身的得释放 提升到 肉身和生命都能够得到释放 最后晚餐我们一般的观念 就是受 这个15世纪的时候 一个万里复兴的 一个艺术家 达文西 达文西 那幅最后的晚餐 这幅画所影响 一张长的桌 耶稣基督坐在中间 但按照当时 第一世纪犹太人的习惯 他不是一张长桌 而是一个 U字形的桌 也不是坐在 他们大家是 挨着 所以 耶稣基督不是在正中间 他在一个右边 那边 在耶稣的右边 是一个上奔 左边是第二上奔 于是 构成整个 最后晚餐的布局 当时 犹大 就在他的一边 约翰在他另外一边 在慶祝 逾越节的晚餐上面 耶稣基督说出了一件 令到门徒震惊的事情 吃这个晚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说 他前面 就会上这个十字架 但是 在十二个门徒 跟随了他三年的 这班门徒中间 竟然会有一个人 出卖他 这是一个很得人惊的讯息 因为那班门徒 跟着耶稣出入 三年多的日子 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很难想像 在他们中间 会有人出卖耶稣 当时门徒给什么反应 圣经里面记住 门徒就忧愁起来 走来问耶稣 是不是我 耶稣基督就说 谁跟我用个饼 斩首在这个套上 那个就是 一个暗号 提示出来 中间有一个人 会卖他 门徒突然 听到 他们所跟随的 所景仰的 这一位的 救主 竟然 就会钉十字架 甚至会死亡 然后中间有一个人 会卖他 所以他们心里面 就感觉到 非常之 焦虑 以后 里面记在 犹大 吃完饭之后 就出去办他的事 圣经就形容 当时 夜间 来到了 这个说话 不是表示 旁晚夜间 这么简单 而是 里面有个属灵的含义 那个黑暗的权势 已经笼罩着大地 宇宙的王 竟然被他的门徒出卖 然后被人捉 甚至 收在这个监里面 将来被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除了说出了 他会被出卖之外 还设立圣餐礼仪 等门徒 纪念他的受死 和复活 这件重要的时跡 这个圣餐里面 就有两个主要的要素 都是跟他将来 钉十字架有关 一个就是饼 他们用一个无敲饼 然后用葡萄汁 做了一个杯 举起这个救恩的杯 之后 耶稣就抹这个饼 这两个 元素 都是对 救恩有关 他说这个饼 这么完整的无缺 无敲无罪 正如 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但竟然 被抹开 被破碎 在十字架上 将他的生命 傾倒出来 那个杯 代表他的血 为世人 在十字架上 流出来 而这个血 在旧约的背景里面 就有这个 赦罪的意思 当楊高 在祭坛上 被献祭 然后 他所流出来的血 当时 幽太人来说 每一年 有一个节旗 叫熟罪日 到现在 一样 遵守 Yom Kippur 在熟罪日 大祭司 将 羊高的血 带入 圣殿里面 那个圣所 经过一层万子 进入一个 智圣所 在智圣所里面 有一个 药柜 然后大祭司 将血 弹在药柜 意义很深长 就说 这个羊高的血 现在可以 洗淨 遮蓋 以色列人 过往 所有的罪 现在耶稣基督 祂说 祂的身体 为人抹开 这个杯 代表着祂的血 为人流出 洗淨人的罪 使得我们 今天可以 罪得到赦免 耶稣基督 用饼和酒 代表祂为赦免 我们的罪而死 只要我们 愿意来到祂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人生的主 我们的生命 就能得到 重整和改变 在吃完最后晚餐之后 耶稣就和门徒 去到耶路撒冷 外面的 一个 赫西马利园祈祷 很多人都认识 赫西马利园 就是 耶稣被犹大出卖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 要去到 赫西马利园祈祷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 耶路撒冷 很多人来过节 因为来预节 按犹太人的传统 每一年 在不同的节旗 所有的南丁 都要上耶路撒冷 过节 所以耶路撒冷 相当热闹 亦是很吵杂 耶稣在祂面对着 将要为世人牺牲的时候 祂需要有安静的时间 所以祂离开 这个很热闹 也很繁圈的 耶路撒冷城 出到外面 去到赫西马利园 有安静 和祷告的时间 在港台上 有一块石 延伸到 这里 早期教会 认为耶稣 当时 在这里祈祷 万国教堂 位于耶路撒冷 东面 橄榄山之下 原本的两座古代教堂 在公元746年地震被摧毁 后来得到16个国家的资助 将他重新兴建 因而得到万国教堂的名称 教堂里面 没有色彩斑烂的彩色玻璃窗 也没有很多的照明设备 刻意营造当晚耶稣独自祷告 沉重哀痛的气氛 厄西玻璃园 其实是一个 渣渣油的地方 在以色列文 Gat Shmanim Gat是压的意思 Sheming是油 Gat Shmanim就是 製造橄榄油的工厂 橄榄树有一棵生命力很强的树 当它可能死了几百年后 但它的根是永远不死的 之后就会生出棉枝 厄西玻璃园的橄榄树 经植物学家去鉴定之后 它是有到二千到三千年历史的橄榄树 我们看到很多枯生在外面 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棉枝在里面 再生长出来 所以耶稣当时 带着门徒来这个橄榄圆 祈祷的时候 其实它选择这个地方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压制橄榄 过程就要 常常要加压 才可以将橄榄油 在他们磨碎的橄榄之后 再压出来 耶稣基督知道 祂将会付出 好像橄榄被压碎的那种痛苦的代价 因此祂在三次的祷告当中呼求 父啊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将这个苦杯拿走 但是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是依照你自己的旨意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杯就是指到生命的中心 耶稣要面对这个 究竟是一个什么复备 除了要被鞭打 以及被侮辱之外 更加 耶稣要面对一个 人生最难面对的 就是一个 不白自愿 即是说 那些事不是祂做的 但都算在祂身上 圣经里面说 原来神将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祂身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的教训 祂虽然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 祂是道成了肉身 跟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有七情六肉的这种人性 所以祂是这一位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的一个结合 所以给我们看到 祂在人性里面 是有挣扎的 祂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那种苦楚的时候 于是在哈西万里园里面 与父神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祂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求你 把这个杯 来到 是拿开 但是 按照你的意愿 来到是成就 不是按照 不是看出他人的意愿 从人的角度看 祂希望有其他方法 来到是完成这个救恩 但是 既然已经预定了这个 救赎的计划 祂愿意来到是走完这条路 去完成 付那个旨意 当时 一种有伴亲离的感受 想象一下给自己一个至亲的朋友出卖 而且出卖时 用一个亲密的行动做一个记号出卖 那种心受到的伤痛 好像一把刀割入耶稣的内心里面 一样的深 人真的可以卑鄙到这样的地步 人要出卖另一个人 为了要给自己的良心 或者给旁边的人一种错觉 我不知道的 我来疼耶稣而已 不过那么巧他们去抓他 可能是这样 但是人是会用最卑鄙的方法 来出卖自己最尊重的人 出卖耶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其实出卖耶稣背后的含义 就是指导人出卖上帝 这是很重要的 由这些人开始 上帝将最好的来给人 但人为了要满足自己 他宁愿不信上帝 出卖上帝 而透过幼大这个人 成为了一个代表 活生生地活滑在我们的眼前 就是言最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都会出卖 我们都会背部 天陷可一生 成就十家一 心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虽然被人出卖 但是他仍然愿意代替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到世上 曾经经历被拒绝 被出卖 被压碎的痛苦 他最能够明白人间的痛苦 所以无论你的境况 是多么令人沮丧和无助 耶稣基督都愿意爱你 为你牺牲 如果你想认识这位爱你 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请你现在就立刻致电 恩与生命而善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站 跟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 基督教的信仰 冤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那个黑暗的权势 已经笼罩着大地 宇宙的王竟然被他的门徒出卖 然后被人捉 甚至收在这个监里面 将来被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除了讲出了他会被出卖之外 还设立圣餐礼仪 等门徒纪念他的受死 以及复活这件重要的时跡 这个圣餐里面 就有两个主要的要素 都是跟他将来钉十字架有关的 一个就是饼 用一个无酵饼 然后用葡萄汁做了一个杯 举起这个救恩的杯 之后耶稣就抹这个饼 这两个元素 都是对救恩有关系的 他说这个饼 这么完整的无缺 无敲无罪 正如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但竟然被抹开 被破碎 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 那个杯代表他的血 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流出来 而这个血在救药的背景里面 就有这个社罪的意思 当杨高在祭坛上被献祭 然后他所流出来的血 当时犹太人来说 每一年有一个节旗叫熟罪日 到现在一样他来遵守的 叫Yom Kippur 在熟罪日那里 大祭司就将杨高的血 就会带入圣殿里面的圣所 经过一层万子 进入一个智圣所里面 在智圣所里面 就有一个药柜 然后大祭司就将血 就弹在药柜里面 意义很深长 就说这个阳高的血 现在可以洗净 遮盖以色列人 过往所有的罪 现在耶稣基督 他说他的身体为人抹开 这个杯代表着他的血 为人流出 洗净人的罪 使得我们今天可以 罪得到赦免 耶稣基督用病和酒 代表他为赦免我们的罪而死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主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重整和改变 在吃完最后晚餐之后 耶稣就和门徒 去到耶路撒冷外面的 一个喀西玛利园祈祷 很多人都认识喀西玛利园 就是耶稣被犹大出卖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要去到喀西玛利园祈祷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耶路撒冷很多人来过节 因为来预节 按犹太人的传统 每一年在不同的节旗 所有的南丁都要上耶路撒冷过节 所以耶路撒冷相当热闹 亦是很吵杂的 耶稣在他面对着 将要为世人牺牲的时候 他需要有安静的时间 所以他离开这个很热闹 也很繁圈的耶路撒冷城 出到外面 去到这个喀西玛利园 来到有安静和祷告的时间 在港台上高有一块石 延伸到出来这里 早期教会认为 耶稣当时在这里祈祷 曼国教堂位于耶路撒冷东面 橄榄山之下 原本的两座古代教堂 在公元746年地震被摧毁 后来得到16个国家的资助 将它重新兴建 因而得到万国教堂的名称 教堂里面 没有色彩斑烂的彩色玻璃窗 也没有很多的照明设备 刻意营造当晚耶稣独自讨告 沉重阿人赶出耶路撒冷 亦都在耶稣基督的空墳上 兴建了一座妙语 这座妙语 又成为向后世显明耶稣受死 埋葬和复活的贫拒 罗马镇压犹太人第二次叛乱 当时希尽大帝再次把耶路撒冷和犹太一带摧毁 当时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位置 建了罗马拜的神那些像 而且还建了一个庙子 直至君士坦丁大帝 他当时开始宽容基督教 他的妈妈Helena 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当时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非常神圣 所以他特别去耶路撒冷找寻这个地方 公元326年 凯伦拿皇后拆毁了妙语 兴建了这座圣慕堂 今天所看到的圣慕堂 已经将原有的耶稣基督被钉和埋葬的地方覆盖住了 在圣慕堂的中央有一间只能够容纳五、六个人的房间 这个就是埋葬过耶稣基督的坟墓 房间里有一张空的石床 表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教的开始的核心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復活 当年无数人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他是有大能、他是有神职 他能够用五饼而为饱五千人 他能够叫死人復活 他能够平静风浪 当时目击之人叫这些事职 知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或者哲人、或者圣人、或者觉悟的人 他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 所以叫道成为肉身 就是最后的真理成为一个具体的人 在历史上出现 去分担人类的痛苦和罪恶 以至于去解除人类痛苦和罪恶 去带给人一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永生盼望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又因为他的死而复活 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 今天在大多数人的经验里面 是死亡胜过了生命 从宵夜的角度来看 人出世就是迈向死亡 但是圣经给我们有一条的出路 他说一个人死后 是会有另一个境界 而且耶稣基督会带我们去到这个新的境界 于是他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后 被埋葬在一个坟墓 经过了三日 再一次的人来复生 这一个復活就表明 耶稣基督是胜过了这个阴间 胜过了死亡 这一位的主 既然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对我们这么重要 就等我们在他上十字架前 那个晚上开始回顾 究竟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这个地方是马可楼 亦叫做主餐楼房 就是最后晚餐的地方 早期教会找到这个地方 圣经里榜道是一个上房 亦是马可妈妈的家 所以亦叫做马可楼 后期就是因为会教徒时期 毁在这个地方 成了一个清真寺 让犹太人和基督徒进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清真寺 他们的祈祷文 到以时拿回这个地方之后 就开放给游客来这里参观 《新旧约》圣经是一体的 旧约是预备新约 新约是应验旧的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 很多的时跡 都有旧约的历史背景 当耶稣基督带着门徒 去到这个一般称为马可的楼上 来守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这个最后的晚餐 就是当时犹太人 他们要守一个御御节 什么叫御御节 开通的气氛 厄西玛尼园 其实是一个渣渣的地方 在以色列文 Gatschma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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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制造橄榄油的工厂 橄榄树有一棵生命力很强的树 当它可能死了几百年后 但它的根是永远不死的 之后就会生出一些鸾脂 西玛尼里面的橄榄树 经植物学家去鉴定之后 它是有到二千到三千年历史的橄榄树 我们看到很多枯生在外面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棉枝在里面 再生长出来 所以耶稣当时带着门徒来这个橄榄 祈祷的时候 其实他选择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压制橄榄的过程 就是要常常加压 才可以将橄榄油 在磨碎的橄榄之后再压出来 耶稣基督知道 祂将会付出好像橄榄被压碎的那种痛苦的代价 因此祂在三次的祷告当中呼求 父啊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将这个苦杯拿走 但是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是依照你自己的旨意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杯》就是指到生命的中心 耶稣要面对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腐背 除了要被鞭打和被侮辱之外 更加耶稣要面对一个人生最难面对的 就是一个不白自冤 即是说那些东西不是祂做的 但都算在祂身上 圣经里面说 原来神将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祂身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在圣经里面的教训 祂虽然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 祂是造成了肉身 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 有七情六欲的这一种人性 于是这一位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看到祂在人性里面 是有挣扎的 祂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那种苦楚的时候 于是在《赫西万利园》里面 就是与父神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祂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求你将这个杯来拿开 但按照你的意愿来成就 不是看出他人的意愿 从人的角度看 祂希望有其他方法来完成救恩 但既然已经预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 祂愿意走完这条路 就完成父老的旨意 当时犹大走到耶稣的跟前 就亲耶稣一下 作为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你要捉拿的人 当时犹太人见面礼 就是这种的拥抱亲嘴 但是 他在这里表达 可能要给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所身受的一种感受 一种有伴亲离的感受 你想象一下 给自己一个至亲的朋友 来到出卖 而且出卖的时候 用一个亲密的行动 来做一个记号 去出卖 那种心 受到的伤痛 好像一把刀割入耶稣的内心里面 一样那么深 原来人真的可以卑鄙到这种地步 人要出卖另一个人 为了要给自己的良心 或者给周边的人 一种错觉 我不知道 我来吃耶稣而已 不过那么巧他们去捉他 可能是这样 但是人们会用最卑鄙的方法 清楚了 人召喚 一定有性的 突破 怎会突然间变为众伴亲历 一位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神 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 一位荣耀的万皇之王 怎样能够明白人间的悲欢临头 二千多年前 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 并且透过他传奇的一生 让整个人类的历史 产生经天动地的变化 直至今日 仍然对你和我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等我们一起去寻找 耶稣基督所留下的一事 一物 一景 一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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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复活 所以每年的复活节 很多世界各地的信徒为了要纪念祂 会特意来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名称 是有和平之城的意思 但这座举世文明的古城 三千多年来 一直在战火动乱之中 不断被破坏 又不断地被修复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 好像耶路撒冷那样 同时被犹太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视为圣地 根据圣经的记载 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星期 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 纪念耶稣的复活 耶路撒冷救成的圣慕堂是必导之处 据说这个地方 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埋葬和复活的地方 圣慕堂是这个地方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它不仅指历史悠久 也都是最引人入圣的古迹 有人说 圣慕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建筑物之一 今天我们看到教堂的外形结构 都是属于十字军的时期 这个教堂的入口是十字军时期再改建的一个入口 枕头式的建筑是十字军一个很独特的建筑 我们也看到圣慕堂有一条楼梯 十八世纪时有一段时间 关门让游客进入 其实里面有很多修道院 修士他们要吃东西 要他们生活 就托外面的街人 帮他们买了食物 就用男子吊上圣慕堂 他们就用这堂梯爬出来 拿他们吃东西 堂梯现在是不能搬走 因为是一个遗迹的证明 所以就保留到今时今日 公元一百三十五年 罗马皇帝将多次叛乱的犹太 他们在埃及有四百三十年的时间 被压迫成为奴隶一个遗奴之家 而神兴起一个摩西 用很多的神迹歧线 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压迫者法老的手 来到埃及 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 神就叫他们做一件很奇特的事 就叫他们杀了一只 我们后来叫做如月节的羊羔 用他的血涂在门框上 天使经过要杀长子的时候 或者要杀头生的时候 就会过门而不入 所以叫做如月 就是经过 pass over 透过这样 以色列人就经历了一次的拯救 而这个如月节也成为了后来千多年之后 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如月节里立这个圣餐 圣经里称耶稣基督做如月节的羊羔 因为透过这个羊羔的血 神就pass over 我们 不追究我们所犯的罪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牺牲 所以整个故事 耶稣基督在如月节来到立圣餐 耶稣在这个如月节的期间 来到牺牲上十字架 完全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铺牌 他们最后的晚餐就用这个背景来提示出来 提示出神现在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会做一件 好像以前摩西的时代所做的这样的事迹 而且不单止是对这个希伯来的民族 是对全人类来从最奴隶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是将这个如节的层次 从一个肉身的得释放 提升到肉身和生命都能够得到释放 最后晚餐我们一般的观念 就是受这个15世纪的时候 一个万里复兴的一个艺术家达文西 但Vinci那幅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所影响 一张长的桌子 耶稣基督坐在中间 但按照当时第一世纪犹太人的习惯 它不是一张长桌子 而是一个U字形的桌子 也不是坐在这里 他们大家是挨着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在正中间 它在一个右边的边 在耶稣的右边是一个上奔 左边是第二上奔 于是构成整个最后晚餐的布局 当时犹大就在他的一边 约翰在他另外一边 在庆祝逾月节的晚餐上 耶稣基督说出了一件令到门徒震惊的事情 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他前面会上十字架 但在十二个门徒跟随了他三年的门徒中间 竟然会有一个人出卖他 这是一个很得人惊的讯息 因为那班门徒跟着耶稣出入三年多的日子 住在一起睡在一起 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有人出卖耶稣 当时门徒给了什么反应 圣经里记住 门徒就忧愁起来 走来问耶稣 是否我 耶稣基督说 谁跟我用个饼子斩首在这个奏上 那就是一个暗号提示出来 中间有一个人会卖他 门徒突然听到他们所跟随的 所景仰的这一位救主 竟然会钉十字架 甚至会死亡 然后中间有一个人会卖他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之焦虑 《遗憾法》里面记载 犹大吃完饭之后就出去办他的事 圣经就形容当时夜间来到 这句说话不是表示旁晚夜间这么简单 而是他里面有个属灵的陷阱 《遗憾法》里面有个属灵的陷阱